本地6月的零售销售同比增加1.1% 增幅比5月份的1.81%来得慢 不过如果不包括汽车销售 上个月的增幅则为2.5%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6月份的零售销售总额为38亿元 当中食品和酒精饮料产品增幅最大为三成以上 电脑和通讯器材的销售则增加近一成 餐饮服务业的销售上个月也同比增加7.2% 经济师认为这显示旅客回流带来了提振效应 而且稳定的劳动力市场还是能够支持国人消费